因為它題目要求一定要是二維正列 所以二維串列 所以我們第一步一定要先產生這個串列 然後再把這個串列做輸出 所以第一步我們要怎麼樣產生串列 當然如果以暗部就班來看的話 標準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跟前面一樣 我們一定要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產生空的串列之後的話 再把它分別放在它的每個串列的底下 所以特別注意寫的方法 第一個一樣就是先產生空的 再來的話我們如果要產生列的話 一樣for i in range 後面的話我們看要產生幾個 不過特別注意這裡面的話就不用1 豆點肉加1 你直接用肉就好 因為其實就0到比如說5的話就到0到4 也是5個 那因為串列的那個所影值的話 也是從0開始 那所以第一個我們的liste 後面就append的 不過特別注意二維的話 你必須什麼? 先一個中瓜糊 如果你裡面要放其他的 第二維的串列的話 記得就是在這個串列裡面再加串列 然後豆點再加第二個串列 豆點再加第三個串列 用這樣的方式 怎麼樣在裡面放那個串列? 其實做法就是你在這個串列裡面有沒有 append的時候呢 以前我們append是直接放一個資料 但是我們這邊就多放一個什麼? 空的一個有沒有 空的一個串列 就是串列裡面放串列的意思 就是二維的 如果你要三維的話 就是串列裡面放串列 再放串列 那就變三維了 不過說真的 你一般實際上用到 其實二維串列或多維串列 真的是我會盡量避免用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難理解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用到也非得要理解 不然的話你的資料變不出來 再來的話怎麼辦 因為我已經有放 在這個串列裡面放了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要放什麼? 就放這個東西 0到9 有沒有 把它塞到這個串列裡面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把這個 再塞到哪裡? 塞到下一個 再把下一個塞進去 那什麼塞進去呢? 就是4J 有沒有 enrange 然後就color 就把這個裡面的 第1個 這個list 就這一個 append append append什麼呢? 就是把這一節 i 這樣剛剛不是這一節 把它放進就對了 然後呢 這樣的話 全部全部做完之後 我把它list print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這樣的 這個結果 那首先的話一樣輸入五 輸入十 五列十欄 有沒有發現 這個裡面就放什麼呢? 有沒有 一個大的 這個串列 外面這個 裡面就放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總共五個 第六個 第五個 到這邊 所以其實本來是放 一列一列的資料 現在就放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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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二維串列 哇 不過說真的 大概就這麼一回事 那 以後的話 就可以理解的什麼 將來如果你從網路上撈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一列放在 就是那個串列裡面 串列裡面 就可以這樣放 實際上也是蠻常這樣用 資料庫常常這樣用 所以資料庫裡面常常用二維的方式 就是 在這個串列裡面放一筆資料 放第二筆資料 放第三筆資料 第四筆資料 就大概這樣 那這樣的話 等於一個串列 就可以處理什麼 處理一個資料表 來的資料 就放進去就可以 OK 大概是這樣 再來的話 我們就需要 把這裡面的資料再讀出來 再把它print出去 OK 所以其實後面部分 就把剛剛的東西 再把它讀出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階段 待會的話 我們再把它列印出去 來試一下給各位 試試看 這個是標準寫法 當然如果你要寫得更精簡的話 也有精簡的寫法 不過理論上這個是一個step 一個step的把它寫出來的 只是說 這樣的方式 最好因為二維正列理解 這真的比較不容易 所以盡量的話 你就可以寫一個 一個step 一個step 你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可以把它寫出來 並且正確的 這樣的寫法 就是好的寫法 你可以Google一下 Python的二維串列 其實一堆 各種寫法 列出來 但問題 沒有一種你記得起來的話 都不是好方法 最好是你可以寫得出來 而且也是正確的 那就是真的是好方法 以後就照這樣寫就OK了 像我的習慣這樣 反正我就寫我習慣的方法 沒有問題啊 程式沒有人說一定要怎麼寫 這個就是寫程式 我覺得是比較有彈性的地方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先建一個什麼 空的一個外面的那個 外面的那個串 外面的那個串列 第二步的話就是append一個 空的裡面的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的做法是 先建空的 再把資料放進去 OK 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那最後把它print的出來 這樣應該我覺得比較好寫 我覺得至少我這樣寫 我自己寫起來還蠻順的 OK 也比較好寫 但其他的寫法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反正就是多多參考 OK 待會的話我們就把資料 再把它print的出來